好了,我是Wyad回来了,多谢大家跟到第三部份来听 刚才如果接着听的话就知道我这部份会多说一些 是关于我们如何去看一个算命师,相对是一些比较有能力的算命师 其实在我心目中看穿盘数是最基础的 在我心目中,你连看穿都看不到的话就不正确 还有背后应该有他的理据,即那个算命师应该 虽然那个客人未必听得明白这个理据 但是那个算命师应该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他自己用了什么理据去推一条数据出来 而不是说往往那些,譬如有些人玩竹机或者直角 我不是想推翻他,因为就算我自己有事 我都会参考这些,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不需要用到这些 例如你看八字一样,你根本就是看密码 你应该是要decode前面的事主的密码 既然前面有东西是可以decode的,你不decode完 但是用了一些可能已经超越了decode的范围 我就觉得有凭据你不用,就用了些没有凭据的 相对没有那么有凭据,相对比较主观感觉 我就觉得好像浪费了八字的技术,或者那些术素的技术 我们是怎样看一个师傅是比较好的师傅 就是他除了能够看穿到八字或者那盘素之外 他可能是用奇门遁甲的,他可能是用紫微斗素的 他可能是用铁板神算的 你看到这个格局出来 都只不过是将一个叫做 刻如其分的算命师的一本功能出得到 另一本功能就是你怎样去协助前面的事主 去将他那个名格所显露出来的一些优势 再去膨大他,令到他的优势可以发挥得到 以及可以令到那个名主遇到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或者一些弱项去修正 或者是去改他,或者叫做移动他 令到他去一个好一点的方向去走 简单来说就是你能够协助到那个事主去做改名 那这个才是为之在我心目中一个算命师的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criteria 如果你只是停留在那个算了出来 但是你帮不到那个事主的话 例如你真的看到他可能会遇到有血光 或者是可能是有机会严重的那些 看到那个元寿去到什么时候 那些这样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黑米 但是你协助不到那个事主主说了给他听 就是这么说 准不准一回事 就算你本身是不准的 你只是说这些东西 都会令到那些事主的心理压力很重很重 令到本身这件事应该不会发生 也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你今天走路是跌倒了 但是那个人又一定要出门去走路 但是那个人又很记住这些句话 他可能就是走路都会很担惊受怕 于是乎令到他因为这样 而可能不留意他周边的一些人 那些人和事 那些动作动的东西 因为他太过obsessed 就是太过吸了在这个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负面事 而导致他是太过专注了在这些风险和警方 于是乎反而会令到那个事主是因为太过obsessed 于是乎没有留意其他的东西 而导致有意外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本来没有事发生 你不告诉他根本就没有事发生 但是你告诉他 偏偏令到个人心理压力太大 就变成没有事也变成有事 那你的算命是在那里 for what purpose存在 还有这里我不排除有些朋友 都是新学学述数算命 都请你们请你们 麻烦你收起把口 尤其是收起把口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学到一些又学不到一些那时候 你未全面 但是就这样就说了出来 其实你未看完整盘局去 你未懂得看完整盘局去 那有些东西隐藏了 你是因为魔鬼都在世哲女 我们学术数也是 最难的东西完全就是在很细微的地方 那你那些都未去学到 就纯粹见到 好像见到个大块肥猪肉 就这样就走出来说 其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厉害的 所以麻烦你继续一些厚德 还未学完 或者是自己 即是不是能够 自己知道 连解决都不懂得解决 这样的话 帮个事主去解决问题 都未懂得解决 就不急不要说 这样 因为你连解都未懂得解决 的话 即是怎样去破解这件事 都未懂得破解这件事 是很明显的 你本身是未熟的 那些东西 好吗 好吗 那么就 好了 另外呢 就 为什么 我其实很鼓励 那些年轻人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去到四十多岁 都可以的话 不妨去算一下命的 这样 刚才就教大家 如何去挑选 算命 但是呢 就是 算一下命 就有 就是希望撞到一个 对的 你们 撞到一个 是帮到你们的 那些 而另外 就是 为什么呢 年轻人去算呢 我觉得 如果你还是十多岁 就不需要算 或者几岁那些 就是 如果爸爸妈妈 帮个小孩去算 我觉得也是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 有时候 如果说小孩 小孩 那样的话 就 其实有时候 这样说 为什么这个小孩 教的 也是这样的呢 其实他可能就是 八字 已经写好了 有些东西 这样 或者 这个小孩 一算算出来 原来是 好读到书 这样 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妈 这个小孩 应该是 好读到书 你尽量 怎样培育他 或者有些人 不是啊 你这个小孩 不是读书那类的人 他是那些 就是 戏戏玩 玩很聪明的人 那些人 那你不妨 在戏戏玩那里 去培育他 那可能他戏戏玩 会变成他将来 他将来 去生活 去赚钱的一个科目 或者是 至少令到个人 开心一点 那所以 小个小孩 或者是 有些小孩 出生责日 那些 那些 不妨 那些父母 可以帮他们 看一看 但是 十多岁 如果自己去看 就会 因为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 上心的话 影响 可能会比较大 十多岁 尤其是他们 如果遇到有些师傅 白口都不瘦 胡说话 的话 真的可能 影响他们十多岁 那样 还有他们 十多岁的年轻人 是很想知道自己的未来 会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连 开始都未开始 还在读书的时间 所以他们很难掌握 我是怕吓他们 所以 如果十几岁过来 听算命的话 我会觉得 爹爹爹爹听就算数了 他自己听就大一点 那就是这样 但是 当你真的出来做事 尤其是做了两三年 开始 就一直打喉 那十多二十年 那都是不妨 真的可以找一些算命师看 因为他们可能会 你可能 那时候已经碰到钉 或者已经顺利了 在一些位置那里 你可能会是 有一些人生的抉择 会想要做 你或者是对身边 那一个人事物 自己的生命 树 甚至 ÎnOK 的运动 你遇到其实 会有些见解 会出现 那逾于 会看让 有些事情 呢 为什么为什么 我做来做 都做不了呢 或者为什么 我这些会特别 mod 可以趁年輕人去看 趁年輕人會欠缺人陪你一起去決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近年可以移民或者做什麼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好沒有娶娶女孩那些 或者是合不合生孩子那些 或者真的有什麼毛病那些 都會希望可以盡早的時間可以令到自己調訊 然後用心給油去走 這個就是一些叫做在年輕力壯的時候去做這個算命 是會幫得到那個事主有這些優勢去應付面前的命運的安排 還有去怎樣correct 如果見到有些東西有可能會撞板 這樣會走得好一點 剛才有說 譬如說算命算出來 有些東西是很negative的 非常negative的 應該要怎樣做 其實每一個在我心目中 在我的角度去看 就算尖出壽源有問題 或者是壽命有問題 或者是血光那些 或者是尖出會是坐鑑 我當成這樣 其實這些全部 在我心目中都是有辦法 可以將這些東西去扭轉 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 就是為什麼我會 過往來說 是會 對這個術術有興趣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這樣 因為我自己來說很開初就已經覺得 如果算了出來是幫不到人的話 我不會去學 所以我在我學習的過程 那裡來說 不斷是Solution Solution 怎樣去化解 Solution對於我 是重要的 所以 譬如 怎樣去做一些改善命運 那些 那裡面 改善命運的方法 有些牽涉是一些術數 風水 真的是擺陣的 有些是個人修維的東西 那這些我就按個別 個別 個別的個別 去另外再分享 那就是這樣 Anyway 是 所以我就 這裡 去到這條片 最後 就是 這個系列的暫時 就是NN 在這裡 我想帶出的就是 你去算命 你去算命 不單止是 不會令你 如果這個正常的 算命 算完命之後 不單止是 不會令你消極 而是令你 即更多 不僅有 去行你自己 未來的 人生歷程 這樣 好 今天分享暫時 那麼多 喜歡看這條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平時往上 講一些社會話題多 或者是那些經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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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戰 那些 但有時候 配著這些神秘學 術數那些 多些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 這條片 我好像就沒有特別 講 因為上兩條片 都已經講了 2021年世界運程 那大家 如果在中間 插隊進來 記得refer 上面那兩條片 那我會編好編好 一二三 三條片 總共三條片 那多謝大家